你已经很久没有锻炼了 于是走向健身房开始飞汗如雨 跑步 深蹲 硬拉 你系列运动后你轻满意子 但是第二天酸痛却接踵而来 此时你想起大家经常说的 no pain no gain 炼完了没感觉就是白炼了 就损伤才会增肌 难道一种受虐般的满足感 酸痛才是增肌的指标 痛才是肌肉从数的前兆 但你有没有疑惑过 怀疑过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2011年研究人员尝试论证 在没有酸痛的情况下到底能够能生机 既然受试者分为PT组和NA组 PT组第一天以最低强度的5分钟 难度以6级非常轻开始 以确保几乎没有酸痛 到第三周结束时 训练总量增加到20分钟 难度等级为13级 与此同时 对照组NA组在第四周加入实验 他们以13级的难度开始 两组人员在接下去的8周里 以每周三次 每次20分钟的同等训练强度进行实验 结果显示 两组的大腿肌肉体积增长 几乎完全相同 肌肉损伤通过检查 在整个训练期间 没有明显的肌肉损伤 以及延迟性 肌肉酸痛 而20一年 20男性同样进行了 8周的高强度阻力训练 他们的训练方法为 确保8到12次之间失败 也就是说 如果受试者能在某个重量下 重复动作12次以上的话 那么在下一次进行前 就要增加重量 这结果显示 从测试前到第8周 受试者们的大腿痕解密基 增加9.6% 痕解密基在之后的每一周都有增加 而酸痛在第1周较危险 但在第2周急剧减少 到第3周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以上实验证明 你完全可以在 没有酸痛的情况下增击 而即使存在酸痛 如果你持续训练 同样可以在后续 没有酸痛时具有进步 这种现象被称为 重复回合效应 在这种效应下 重复的阻力训练 会使肌肉酸痛 僵硬 力量丧失 肌肉损伤等的问题 都得到缓解 让你可以真正的 在无痛的情况下增击 看到这里 我们已经彻底揭开了 no pain no gain的神秘面纱 其实只要通过持续训练 你就可以在 无痛的情况下进步 另外如果在一开始 是先采取小重量的训练 那么你就可以做到 真正的无痛增击 但是别急 达马斯在以上这些概念上 又进行进一步拓展 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 但应感到疼痛减少时 实际上你的增击 才真正开始 对于新手 或者很久会参加锻炼的人来说 如果胃刻意控制难度 直接开始训练 那么肌肉损伤是难以避免的 此时会发现 蛋白质合成率大量增加 希望大家认为 这是增击的指标 因为增击的关键在于 蛋白质的合成大于降减 然而达马斯认为 这种大量增加的肌肉蛋白 主要是用于修复损伤组织的 这个小部分用于增击 而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加 损伤在10周后完全消失 此时增击才真正开始 我们看这张图 数现为整个抗主训练中 肌肉蛋白的合成率 它的增加是为了 修复黄色区域的肌肉损伤 即橙色虚显 小部分用于绿色区域的肌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肌肉蛋白合成 才开始导向增击 在10周后 肌肉损伤彻底消失时 肌肉蛋白才真正开始规律增击 这个理论彻底颠覆了 我们既往的认知 意味着你的训练 不是为了追求肌肉损伤 相反 你应该尽可能的减少肌肉损伤 从而在最开始时 使绿色部分占比变多 使蛋白是真正用于肌肉合成 而不是修复损伤组织 另外 如果在一开始时 先进行小重量的训练 以减少酸痛和肌肉损伤 那么 肌肉蛋白的合成 也将更早的开始 从而真正提高你的训练效率 当然更重要的是 利用重复回合效应 持续锻炼 以上这些才是正确的训练观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在健身中提高效应 做到弯道超车